为帮助学生拓展艺术视野 增进美学素养 广达文教基金会举办向大师挖宝 米勒特展 此站来到了德兴国小展出 借此让师生有机会看到世界级艺术家的作品 也盼学生能够透过画作 丰富自己的人文品的内涵 广达有意义在兰头县 推动艺术生耕已经进入第四年了 德兴国小申请这个计划 今年是第三年 从第一年到第三年 德兴国小一直把这个计划 当成是课程教学艺术技 艺术生耕的延伸 我们把每一年的特展 当成是校本课程的一部分 我们不但把名师名画引进校园 也让名画在校园里面 透过老师的教学 让孩子们一起进行创作 此次德兴国小特地邀请家长一同参与 让家长能一睹孩子平常学习心知的模样 更期盼能够更进一步 将艺术渗入到家庭与社区 展出的画作还特地细分主题 透过老师的指引下 让每个年级的学生都能够轻易地了解艺术 并启发他们的创造力 这一次我们特地邀请我们的家长 进到校园里面来 我们希望不但校园里面充满了艺术气息 也能把艺术的这个氛围 推广到我们的社区家长 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再次把计划 延伸到社区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创作过程 那我们一年级这一次的画里面 他们的主题是形形色色 三年级是简影创作 四年级是巴比松森影 五年级是园丁汤姆送给米勒的礼物 六年级是动语镜 在老师引导下 我们学生的创造力都被启发了 除了米勒特展展出的作品以外 校方还精挑戏选出创作小达人 让学生亲自讲解作品 并与现场观展的人互动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艺术导览小尖兵张雅琴 今天我所要介绍的是这一幅画 在诺曼帝送牛奶女工 米勒以粗壮的线条 来画这位女工 你们看这一条线 你们知道这一条线是干嘛的吗 这一条线是要维持平衡 并不是要让这个牛奶壶掉下来的 你们看这里总共有几头牛呢 这里总共有非常多个牛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这一头牛远远望着这个女工 可能是刚刚被这位女工 挤完牛奶的母牛哦 我的导览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德信国小学生张雅琴表示 自己是看完画作手册后 加入自己对于这些画作的想法 经过多次演练后 才决定以此呈现导览的方式 这一幅画 仿杀女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在做一个动作 在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都会发现的动作 就是它在剃剑子的感觉 它把这个羊毛抛上去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羊毛像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点像晴天娃娃的感觉 那你们看到这个了吗 这个你们会觉得像什么呢 有些人说像那个鱼 它一边用这个羊毛一边喂羊吃草 你看这头羊 它远远看着这个仿杀女 你知道它在想什么吗 我觉得它可能是生气 有可能是快乐 因为它生气的话 可能就是说 你现在把我们的羊毛拿去做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快乐的话呢 它已经想说 哇 我们的羊毛竟然有这么大的用处呢 那你们看了这么多幅米勒的画 你们不觉得 它的画是农村的占多吗 因为米勒它非常热爱农村的生活 本来 它去都市学画画 但是因为它不适应都市的生活 所以它实在没办法 又回来农村 在农村作画 也变成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我的导览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透过让学生亲自讲解作品 能够让学生更深入体验艺术及奇美感 学生张亚晴也发表了自己对于米勒大师 这位写实主义田园画家的看法 及从中学习到画家的精神 这两幅画 这些女生都很努力 要就是维持自己的家 所以就很努力的来 就是做这些工作 是看那个解说的手册 然后去再加一些自己的想法 他常常有时间都在想这幅画 在想说要怎么去结合 然后把它讲得更好 我觉得米勒他是个很坚持的人 因为他就算是家里很困苦 他也会很努力很努力 一定要走画画这条路 他不会去改变 他就是有这个决心 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我觉得他很坚持 他很好 我觉得以后 我想要走什么路 我一定要坚持 我不可以半途而飞 我觉得学校举办这个展览 让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画家 像我之前 有些画家我都不知道 学校有举办这个展览之后 让我觉得学到了很多 议员曾正言表示 透过广达文教基金会 由于意计划 能够提升学生的视野 期盼全体学生及家长 能够在这个展览中 充实个人的艺术涵养 我们的德晋国小吴校长 所举办的米勒特展 特别邀请了我们的 以前的文化局长 游所中局长 还有我们的曾老师 两位大师的文创 刚刚我所看到的照片 这个佳作都非常好 让我们德晋国小的学生 能够欣赏到这么好的佳作 也是提升我们的学生的视野 不管是静态动态 都是有他的力学 他的美丽 这个米勒的特展 确实是太漂亮了 透过米勒特展 让学生们都能够 悠游于艺术之中 更落实艺术生活化 与生活艺术化 艺员赖燕雪更认为 透过展览 能够开拓孩童的视野 与国际观 并提升学生的人文气息 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我想艺术不是口号 艺术是一种生活 同时也是一种美学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自己的母校德晋国小 在校长的一个引领之下呢 我们透过广达鱿鱼玉的这样子活动 提升我们学生的一个艺术人文气息 同时也能够拓展我们的国际视野观 我们知道米勒大师呢 是法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艺术大师 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 让我们的学生 能够悠游于文化艺术气息当中 进而潜移默化 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最常讲的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就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呢 由此可以洞悉这个场景 那么德晋国小在校长 推动这个广达鱿鱿鱼的计划 已经三年了 那三年的成果也相当的丰硕 这当中呢 也让我们的学童 除了重视我们的品德教育之外呢 也能够让我们的学生 发挥他的一个创造力跟创作力 透过画作的一个导览跟解说 也让我们的孩童 有不同的一个国际观跟视野 尤其是在拓展艺术人文领域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是最能够让我们的孩童 心性能够沉淀 进而能够沉淀于我们的美学生活当中 让他的一个心灵能够 文化气息能够提升 进而能够有更大的一个渲染力 而此次的展出 德兴国小用了不同以往的方式 让学生为米勒大师的画作 进行导览 学生也可以从画作中 体悟到画家所要传递出来的讯息 也借此方式启发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 那这次的一个广大游与域的画展呢 非常另类 有老师带领我们的学生 有学生在做画作的一个讲解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讲解跟了解呢 让孩童更具我们的一个文创力 还有一个创作力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同的一个学习生活方式呢 也启发孩童对我们艺术生活美学的喜欢 我想美的东西大家都喜欢看 美的东西让我们心情变愉悦 美的东西也让我们心灵能够沉淀跟提升 所以我觉得艺术生活很重要 生活艺术更是重要 所以今天透过这一场展览呢 让我们的师生还有我们的家长 真的是心灵提升很多 也让我们觉得心情变好 让我们的一个艺文呢 能够再推广出去 德兴国小这几年来在教育上 不断的努力及向上提升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 期盼藉由向大师挖宝 米勒特展 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挖到 自己心中所想的宝藏 德兴国小在这几年的一个努力之下 也让我们感受到德兴国小 非常充满的艺术文化气息 让我们的每一位孩童都能够动静皆宜 进而能够在他的功课和学业上 有所帮助跟提升 那今天所展览的是米勒大师 我们向米勒大师来做一个学习 米勒大师他的画作呢 都是一个田园生活的一个琢磨 不管是色彩啦 还有一个生活生态 还有人与人的一个互动 就在那个亲切当中 自然当中产生 所以画作呢 能够让我们的孩童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艺术领域 我常常在讲哦 由内而外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内涵 是我们文化软实力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今天透过我们这个 广大优于艺术生活的潜移默化 能够让我们的孩童 能够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 心性的培养 进而让他在我们的课业上呢 在他的一个学习上呢 都有不同的一个增长 让我们的一个 丰富我们的心灵 所以在我们的校长的引领之下 不管是师生呢 还是我们的家长 都是全力的配合 尤其是今天在我们的这栋大楼 我们的图书馆来展出呢 真的是相得一张 也像我们的这个大楼借境 看出去就是很漂亮的 一幅田园生活 所以艳学也借这个机会呢 要预祝我们这个德行国小 透过这次的展览 能够让孩童的一个视野拓展之外呢 也能够让他们的一个学院 能够增进 同时呢 也能够推动我们的艺术人文 的一个扎根 让我们的南投县呢 由我们的内而外 展现出来的一个文化气息 有不一样的感觉 藉由透过米勒大师的画作 能够感受到 他对于土地浓厚的情感 也希望唤起学生珍惜 尊重大自然 也期盼透过展览 能提升县内的艺文涵养与风气 民意新闻林佳慧 庄明君专题采访报导